明天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跨年夜了 因为冷气团的关系呢 明天中部以北地区呢 低温只有摄氏11度左右 民众呢一定要注意保暖才有体力 继续等待2010年的第一道曙光 而最佳的观看地点呢 是在墾丁的龙盘公园 还有台东的三星台 时间同样是在早上的6点35分 外头天气冷嗖嗖 走在马路上 民众帽子围巾口罩都出笼 周山清晨最低温出现在台北的淡水 只有摄氏14.1度 预计入夜之后天气还会更冷 中部以北低温将下探到摄氏11度 在天气上其实不少地方云量还是很多 而且有些下雨的现象 我们预估东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 甚至连中南部的山区 都还是会有一些飘雨的情况 气象局表示 从跨年到元旦都还是低温的天气形态 虽然东北部和北部还是会有短暂雨 不过雨势都不会太大 要到户外看烟火跨年的民众 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 各地的温度在冷气团影响之下都比较冷 因此提醒大家参加跨年活动 各位要注意保温暖的工作 而跨完年后要接着迎曙光 2010年的第一道曙光将在6点33分出现 地点是离岛的兰雨 再来是6点34分在绿岛 接下来就是出现在台湾本岛的 墾丁龙庆公园 还有台东的三仙台 同样都是6点35分 气象局表示 由于东南部受冷气团影响较小 云量不会太多 将是元旦当天最有机会看见日出的地方 至于北部地区因为云量比较多 想要看见曙光的民众 可得碰碰运气了 记者综合报道